如果倒数计时先来讲 比如2020现在改一下 2020我刚查了一下 2020的7月24 好像是东京开幕的那一天 所以相差几天的话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按右键出现格式 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数字 所以你数字减数字 回来如果把它格式改数字 那就是几天了 所以日期的相加减很简单 但是其实难的地方在哪里 不是算天 是算月跟年 因为月的话有大月小月 还有论月跟不是论月 所以有四种 有没有 28 29 30 31 那年的话有论年跟非论年 OK 365天 论年就多一天 366天 但是哪一天要论年 哪一天不论年 哪一天论月 这些我想太麻烦了 有一个公式 可是你要把它套进来 自己写 那怎么办呢 可能你就要学会一个函数 其实那个问题应该就比较不存在 Dedive OK Dedive这还蛮好用的 目前 如果你没有这个函数 基本上很多问题就几乎没办法解决 而且不好解决 所以记得把这个Dedive学会 那我们先来看倒数计词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你就等于呢 假设我今天先给个等号 这一天 就是东京开幕那一天 减掉哪一天呢 减掉这一天 OK 然后呢 打勾 理论上日期减日期 格式应该会是日期 不过如果是日期没关系 你改为通用格式就好了 OK 打个勾 不过好像我记得这边已经是通用格式了 所以它就是466天 也就是还有466天 就是东京开幕的那一天 OK 所以如果你要倒数计时 比如说什么 以前那个大学联考 或者是说什么什么指考 学测等等的 你也可以把它稍微倒数计时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 非常简单 算天是最简单的 那再来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在后面 空一个空白栏 我这边假设要把什么呢 一个日期 其实一个日期里面 至少包含了三个讯息 什么呢 年 月 日 还有周期 这个格式还蛮特殊的 其他的东西都只有数字不就数字 文字就不是文字 那它这个什么呢 它这个可以把它拆成4个东西 如果你要得到年很简单 超乱函数用哪一个呢 义尔 义尔的话意思是说 帮我把一个出生歌里面的日期 登年抓出来 给它按确定 2019 当然如果你要民国年的话 你要怎么办 把它剪掉多少 1911 打个勾 OK 但是它回来会变日期格式 没关系 记得怎么样 再把它改为通用的 108就OK了 因为有时候你日期的计算 它会自动帮你转成日期格式 那你没关系 就把它改一下 OK 那月的话呢 当然很简单 顾名思义插入来 刚刚是义尔嘛 这个什么 month 有没有 取得这个日期的月份 4月份过来 OK 日的话顾名思义嘛 这是什么 day 有没有 year month day OK 按确定 这个拿过来 周几的话 那就是什么 week day OK week day 好 按确定 给它按确定 但是比较特殊 二 二是礼拜几 其实特别重要 因为这个是美国人设计的 它二指的是一个礼拜的第二天 他们第一天是礼拜天 OK 不是像我们有时候是礼拜一吧 因为一个工作是第一天 不是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周几的话 很简单 再把它按右键出生格式 改回什么 改回周几就可以了 有没有 它会自动帮你改周一 虽然是数字 可是套用就OK了 应该可以理解 所以我们如果要把一个日期拆成三个东西的话 这个还蛮常见的 比如说你要做那个枢纽分析表 你要做报表的话 一个一个难位是日期啊 它不代表它每都可以把它分开来 所以你要自己把它分开来 你才有办法去做后面的报表 哪一年吗 哪一月吗 哪一天吗 礼拜几的 OK你才有办法 拆开来之后你才可以个别的去分析吗 哪一年的 比如说你有年的你才有办法108年的 107年106年 否则的话你针对一个日期啊 你要怎么把单独年抓出来 你就很麻烦 你干脆就先独立一栏 你下去做枢纽分析表 做报表会比较简单 OK所以特别重要你要懂得拆开来 但是如果你要把和回来的话 和并回来的话 特别重要你还要再多学一个叫什么 Date函数 和刚刚是分对不对 和的话用Date Date就是year,month,day year给他 month给他 day给他 所以Date函数就是什么 如果你要把和回变成一个标准的日期格式的话 那就用Date 可以懂个意思吧 OK 这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没这个概念 怎么算日子 根本不会算 算不出来 OK 按确定又回来了 但是它格式不对 你又要再套用一下就OK了 周期不用管它 因为主要是年月日部分 另外的话 如果你不用year,month,day的话 另外一个方法 就怎么样 如果我今天希望取得的是 把它当成文字来看待 文字函数 我们这次有讲过 如果前三个字 那不就108 中间第五个字 第六个字 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十二 如果我把它当文字来看待的话 那当然一定 感觉好像也蛮好处理的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把它当文字看待 那我可以用什么? 那我可以用laps laps 什么呢?这个文字 假如我把它当文字看 前面的三个字 不过呢?不过呢?不过呢?会跟之前遇到的问题一样 四三五 哎,有没有?因为它其实表面上看到的跟实际上里面内里面存的是不一样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要把它当文字切割也能成功的话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一个函数 叫什么?还记得吧? 哎,对 TXT这个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你要把它当文字的话 你可以透过它 它本来只有表面上看到 你可以透过它,它就变成实际上就变成文字哦 但是那个技巧你可能要记一下 因为其实很简单 一 请你把什么?按右键出生的格式 请你找到制定里面的这个公式 复制起来 贴到哪里呢?贴到TXT的那个 它有一套FormatTXT的参数 双引号加一下,所以一,复制号 取消 二,插入那个TXT函数,所以文字里面的TXT TXT这个OK 然后呢,Value就是它 FormatTXT就是真的帮我把它改成这样的格式 那你会发现哦,我刚刚把它贴过来复制之后 记得前后先加双引号 再把刚刚它的制定里面的东西贴到这边来 就OK了,这个关键哦 以后还要会这一招 不然的话很多地方本来很简单的 都变得很复杂了 真的没有很复杂 因为之前有同学问过我类似的问题 我一看就知道他不熟TXT 如果你会用TXT真的事情很简单 你就不会是觉得是问题 OK,把它贴上之后 然后呢,他就会告诉你说 我已经帮你把这个变成你现在要的文字 怎么知道文字,前后有双引号 有没有,表示它是一个文字了 好,这个时候的话呢,那我们按确定了 记得关键就是前后一定要再补双引号 这个可能不要漏掉,按确定 好,这样的话 但我只要粘的部分怎么办 没关系 你就把这个公式不包含等号文减价 再插入一个Labs函数 把它取得什么呢 取得那个前面的三个字 一样嘛 只是说把TXT的公式贴过来 前面的三个字 108,OK了 有没有 然后这个的话是04的话 那一样插入 就不用Labs了 我们是中间的 所以是Mid Mid函数 一样贴上 然后从第几个字呢 好像第五个字吧 123 4 第五个字 取两个字 04按确定 没错 那一样嘛 这个后面的话就是 5,6,7,8 第八个字 所以把这个公式 干脆复制起来 贴到这边来改比较快 因为是公式都一样 只要改这个位置 第八 第八两个字 OK 15 OK 那这边的话呢 就贴上 这边把它15,16,17,11吧 OK 打个勾 周一 没错 但是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们有没有发现 上面跟下面 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对 其实文字在以所有里面 一定会靠左对积 如果是数字 一定是靠右对积 OK 这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它回来的都是数字 那如果文字都靠左 那什么时候 怎么用比较方便 可能你们就是 视情况决定 我是觉得 平常我都比较喜欢 把它当文字看待 因为习惯 直觉 对不对 如果你把它当数字的话 可能 当然如果你要运算的时候 你就要把它变数字 如果不需要运算的话 那你就用文字 OK 两个方法 我想 没有好坏之分 最重要你要懂得活用 我都有跟各位讲 所以特别注意 刚刚几个重点 一 倒数计时 这个比较简单 第二个的话 就是把它拆开来 再把它合并 拆的话 我们一年 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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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这个 我想你自己再补一下 那这个地方 就是用文字 关键的地方 就是你先把 这边按右键 出车格式 先制定 把这个复制 贴到 TES的 那个Format TES里面 再来切割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这些技巧都 我是觉得很多人 真的不知道的话 你对于你将来 在做报表 真的是问题会重重 难怪很多人 每天 就这些简单的问题 都无法克服 那你如果要 产生你要的报表的时候 你就自然而然 没有办法得到 你要的那个栏位 你没有那个栏位 你就没有办法产生 你要的那个 报表的结果 所以有的时候 你不能也 有很多人 可能想要做报表 但是问题 他不知道说 原来你前面 有很多的问题 还没克服 你给他一个 他不能处理的一个 格式的话 后面 报表 尤其像枢纽分析表 如果你给他的 你给他的资料 是正确的格式的话 他就自动 帮你马上辨出来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日期的分跟合 那刚刚其实还可以延伸 像时间怎么办 时间一样 hour mini second OK 你就可以把 now里面的 hour mini 十分秒 把它抓出来 所以如果你做好的同学 你也许可以 再把那个 mini second hour mini second 就是 十分秒 也许如果你假设 还是还有时间的话 你就可以再把那个部分延伸出去 那和怎么办 好 和的话其实就是用tine函数 所以有个对函数 另外一个tine函数 tine函数也会跟你要十分秒 那你也可以把它再合并成 一个标准的时间的资料 OK 也请各位试一下